说十一出行欢乐多 但就是在最快乐的地方 还是发生了不快乐的事 最近有网友上传了上海迪士尼乐园里 一段人偶雪莉眉独自表演的视频 根据网友的爆料 因为雪莉眉的搭档达菲 是被游客拍打头部 之后只能改成雪莉眉独自表演 视频当中被拍打之后 我们看到达菲捂着脸很难受的样子 旁边的工作人员和游客也上前关心询问 并且和他拥抱 工作人员穿戴的这种网友服 看着非常的可爱厚实 但是实际上非常的重 咱们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像这个挤镜中的网友头套 就相当于在头上顶了一个大大的西瓜 我们即便是被拍一下 这个颈椎受到的冲击力也不会小 是的 而且这种头套 是为了保持形状和外观的平滑 都采用了硬质材料 头套内部更是需要大量的 钢架支撑起结构 所以当扮演者遭受到外力攻击的时候 力度会伴随整个头套的重量 撞击到扮演者的头上 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击重击了 结果就在同一天 上海迪士尼的另一个人偶 林娜贝尔也惨遭游客的毒手 不仅是被拍了头 连尾拉也没放过 一天之内两个人偶被打 上海迪士尼表示 希望游客在游园过程当中 尊重其他游客和每一位演职人员 特别是这些可爱的迪士尼朋友 使用文明语言 不做任何危险违法破坏性 或者是攻击性的行为 其实穿着人偶服的迪士尼朋友被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今年的5月6号 就有小孩追着扑扑熊的肚子打 不过还好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2019年1月26号 雪丽梅被一名男游客 拉扯耳朵之后 演职人员已因身体不适退场 那么最严重的是在2017年的11月 受害者是花丽鼠弟弟 一名游客从他身后跳起 拍打他的脑袋 导致演员的头部和撑起头盗的硬质材料碰撞 这名演职人员因为脑震荡 被送往急修中心 人偶服下也是人 我们这一手一拍呢 很可能对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玩偶服遮住的是他们的脸 但是别让他遮住了我们的心 对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